來 扶出來 謝謝 常常要減我的時間 我還要兩分鐘 你不要看 還有兩分鐘 我們要按照時間轉播 因為 我們每一次在上課 每一次在上課都用電腦 向全世界轉播 每一次我在上課 差不多五十萬人起來看 我會在美國 在日本 歐洲 歐洲 都在看 所以一定要遵惜 你不要說沒有按照時間 先轉播 會叫麻 來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大家好 掌上課 掌上課 臺灣建書 請問臺灣建書怎麼有公學 哪有公學 臺灣建書啊 建書怎麼有公學 打敗仗怎麼會有光復節 當然沒有光復節 所以中華民國 我從三年前開始 修學三年的 教科書裡面的光復節拿掉了 臺灣就沒有公學啊 哪有公學 你現在要再讓那個 中國禁掉了 怎麼有光復 光復就是說 這娘 我打贏了 打贏了 那土地要把它收回來 那不可以 不可以 在1830年 1840年 拿破崙時代以後 國際戰爭法 就已經改變了這個世界 改變什麼東西 所以 禁掉不可以宜轉租返 那如果說禁掉不可以宜轉租返 那時候叫什麼 叫做併吞 我跟妳建政 我的部隊給妳 禁起來 禁起來這個土地就變我了 那叫做併吞 以前妳不知道 那個課本 有一個說 最後的儀課 你說 帝國跟法國建政 兩個人建的建去 每次建而已 那個地方就變了一個 建而已 那叫做併吞 那就是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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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宜轉租返 現在帝國人贏的時候 那個當地 他做佳侯 就咬帝文 那現在 帝國又建書 如果讓法國又建議 那些說的就叫法文 法文 因為全世界這些共和國家 在1830 184年的 拿破崙那時候 就討論說 這樣不行 這樣如果全世界 會亂 那說 現在可以宜轉租返 併吞是對的 這樣現在全世界 差不多都是美國的 對不對 美國本來是 只有十三個州而已 他用買的 像法國買那個 路易山 安娜州 跟蘇聯買那個 阿拉斯加 其他時候 用建徵去擠的 跟墨西哥建徵 一擠到 那裡 家製 美國的十三州 … 最後的時候 下回 變成它的五十幾的時候 美國的國會就開火 不可以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這樣 從今以後 美国不会再扩充领土 刚才配合这个建政法来说 渐质不能移转租款 所以建政以后 建政以后就是要改变这个国家 它的政治体制 原来政府它消费 你这个消费之后 你也要由当地扶持 老百姓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这个政府还要换他 台湾就是这样 美国赞领到台湾以后 他叫中华民国来替他赞领 中华民国实在说 中国人有时候想象很老十几 赞领就要赞领 其实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台湾是日本天皇的 你会觉得很厉害 日本也是账领还是不是 没错 但是1895年 日本天皇账领到台湾以后 在1905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看那个高山的部分 有一部电影 你不知道我看 叫做赛德克巴莱 你不知道我看吗 赛德克巴莱就是原住民 反抗日本人占领 反抗日本人占领 赛德克巴莱 在说的事 就是说你日本怎么会 最后一回来的感染 他不服 他反抗 反抗 所以在1905年开始 日本天皇在台湾召开国际会议 来讨论说 到底高山这部份 他是不是一个国家 哪准是国家 就要经过正式的宣战 他要调 但是那时候有叫美国 躲在清朝 那时候算清朝 中法民国 那个欧盟的 会参与来开会 开会结论 说这个高山 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部落 所以既然不是部落 日本他就派经产 这一家部落 台湾的代表 哦 你怎么着都没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好不容易 现在他有在说 还啦 现在还在还啦 他听不懂台语 你听不懂普通话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说英语好吗 好啦 我尽量掺杂在里面 可以吗 可以 你是哪里人啊 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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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平普渠 平普渠 我也是平普渠 在那边 嗯 平普渠很热情 他是平普渠 我 你从小的时候没有学过台语哦 妈妈说我小时候会讲 可是长大后忘光了 哦 忘光了 头脑有一点不好 你哦 不是 小时候妈妈到这家里 你现在是几年级 77 77 什么意思 28 28岁 我说几年级 你说77 好了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了我讲 我讲了 他又疲了 他又听不懂了 他是意大利回来 一半一半好不好 一半一半 我在想一半一半是怎么说的 这是我们开课四年多头一次碰到的 我尽量台语说一半 我尽量台语说一半 你跟南来看听有吗 好 好 你好学 好 谢谢 平普渠是讲什么语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真的叫他哭到语 真的叫他哭到语 OK 你不要特别说话 你还会说 好了 在1905年 日本派警察跟军队 将台湾从北部开始征服他 渐渐回来 战争法里面 不讲说打赢打输 只是用征服 堪贵 征服这两个字 从北部一直打打打到屏东 日本人花了多少时间 十年 日本为了征服台湾全台湾 花了十年的功夫 这种台湾为北部打到南部 全台湾征服 所以台湾的主权 是在1915年以后 由日本天皇建立的 那个以前台湾没有主权 在1922年的2月6号 有一个叫做 华盛顿裁军协定 那个时候日本是非常强的一个国家 有九个国家 大家一起开会 开会说 限制每一个国家 它的兵力不能超过多少 所以在裁军协定的时候 然后第19条条 条约里面规定 台湾跟澎湖是属于日本政府的 由于那两个人开始 台湾这个土地才有主权 以前没有主权 跟那个以后才有主权 所以台湾的主权 是由日本天皇建立的 所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说 台湾自古以来 是我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都黑白公的 历史 摆在眼前 就是说 台湾的主权 是日本天皇建立 在1915年一后 得到全世界上的承认 台湾这块土地 要不是日本天皇 派人来这里建设 台湾今天在这个地方 没那么像我 台湾物产丰富 台湾四百年来 没有缺过粮食 没有缺过粮食的理由是什么 台湾的水利太方便了 真的要说 对台湾有最大的贡献的是谁 八田羽衣 八田羽衣二十几年 日本冠冠地大毕业 日本东京地大毕业 毕业以后 日本天皇给他派来台湾 他很厉害 他在乌山头 水口 他为那个地方开始建立水窟 说水窟是比较测烈的 就是那个菌 让水可以流 你知道那个菌 的长度多长 比长城更长 所以整个的台湾的西部 乌山头那些地方 迦南水浸那些地方 迦南水浸那些地方 开始可以 隆重的水源都会到它 我跟你说 台湾以前是一个沼泽地 以前台湾 听我说 听我说 也不一定准 因为海派的金贵 是说台湾很漂亮 台湾的顶管都什么 看来都是沼 都是沼 都是沼 人根本就没什么大 但是 自从这个 迦南水浸 完成以后 台湾变成一个 物产非常丰富的一块地 所以 感谢啦 水稻啦 行善啦 开始为日本时代 变得非常非常地 可以自给自足 而且可以输出 输出去日本 但是台湾现出是什么 台湾现在缺两年 台湾现在缺流星 现在台湾的流星 所种的水稻 只有能够供应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二而已 春的都没 现在那些水拿去 拿去工业用 工业是什么 国民党就是要 让那些什么工业 什么做高科技 他们赚钱的钱嘛 农业看不去嘛 所以我跟你说 台湾现在都变得变了 台湾以后台湾民政府一执政 我们会宣布 台湾要推展精致农业 跟什么 跟医疗国 台湾这个事实很特别 台湾人啊 不敢去设 政治不敢去设法律 我想我们在座 都有一个经验 这些人 老婆老婆小狠跟你们说 孩子们有虚无虚 政治不敢去设 隆统没听过 是什么 因为日日八 跟白色恐怖 让台湾人 让台湾人 破大 不敢念 政治或者是法律 都鼓励 比较多的人 都去设什么 医生 柯文哲就是最好的一个例 柯文哲的老婆 他阿公是二十八 贵心了 所以他老婆 也是要求柯文哲去设法律 我们这边要求什么 你们都不知道 这边是求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就是美国 还有告一个人是谁 中华民国 我们够中华民国就是够什么 政治已经穷分 已经数量年一月十二 中华民国用行政命令 来那些行政命令 你看看 1946年就是1945战争结束 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这多久而已 他用这张公文 说 为1945年的十月25日开始 所有的台湾人 冗中变作中华民国国籍 来你看这张公文有多少 你看好 查台湾人民元系我国国民 等一下 什么时候台湾人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什么时候 1895年的时候 台湾人是什么 大清帝国的子民 是不是中华民国 不是 中华民国当时成立 1911年 1911年 所以1895年的时候台湾人都是大清帝国的子民 怎么会是你中华民国的国民呢 所以这个黑白色黑白给你骗了 好 再来 以受敌人侵略 以受敌人侵略至上司国籍 日本并没有叫你上司国籍 北海道什么人大 叫做爱奴族 爱是爱情的爱 奴 奴役的奴 爱奴族 住在北海道 那当中也不是日本人 日本天皇 要在北海道实施华民化 让他开始认识日本人 学习日本话 然后更改日本的姓名 然后再依照万国公法宣布 北海道实行民治宪法 这样这个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 人民变成日本天皇的姓名 日本天皇在台湾也这样做 1895年的时候本来是殖民地 但1945年的时候 其实是1937年4月1号 就开始在台湾实施华民化 台湾总有差不多20%的台湾人 改姓名 你像我 我都改姓名 不是我 我的老婆改姓名 柯文哲也有改 有很多台湾人的姓名都变了 变成日本名字 像我呢 我是 我林 我老婆改姓 他叫他家麦 他家麦 他家就是 他家就是 有人是说丁子 丁子是叫他家子 但是我不是 我那是母 五四的五 五林 母林 叫做母林 他家麦 我的生就改成他家麦 柯文哲也是同样 有很多人 你现在那个 老师 徐哥林 他也是 有几个人 有很多人 名字都有改过 很简单 很简单 你回家 你回去 申请你的户籍藤本 要不要 户籍藤本 有用什么 用母鼻射 那都对了 现在母鼻射 现在中华民国一来 都给你改 用母鼻塗得黑黑的 跟照也没有 都看不到 提到你的祖先 有给你塗一些东西 你才会知道 所以中华民国是 想尽办法 不要让台湾人 知道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们 台湾民政府 一直在想这个口 就是要让台湾人 知道 你以前到底什么东西 你要不要恢复 你自己去决定 所以这个地方 上司 知国土崇光 起源有我国国籍的人民 没有一个人 拥有中华民国国籍 那没有的东西 你怎么恢复 自民国三十四年 十月二十五日起 应疑虑 恢复我国国籍 这个中华民国 用这个奥部 我们本来就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从这一天开始 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你本来就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你现在怎么恢复 所以我们真是用这个东西 去控告中华民国 他有我们土的 我没骗 中华民国的土 不是没土 还不用用土用情 你才是有厉害 用一支笔就好了 你们说法庭 你都听不懂 听不懂 你是听不懂 大家都认真在听 认真在听 不记得就对了 所以你看这个公文 我们用这个公文 就控告中华民国 2月28告到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马上召开国安会议 什么人主持的 马英九 那我们怎么知道 那国安会议 十几年里里 有一个感觉很好的 马上跟我们说 他说 哇 你跟各位 马上开国安会议 派江仪化去美国 干什么 叫江仪化去找美国的 哈佛的律师去变 我说不要找了 他找谁都没有用 这证据充分 你只看这张文 你过去这张文 你没听不懂 但是你充分了 你不知道 你不要充分 是不是你不要充分 我如果别说 别说 你怎么看有 你也说 台湾人民是我国国民 当时我国国民 什么时候我们是中华民国 1895年的时候 我们是大清帝国 所以说恢复 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你怎么恢复也没有用 所以 美国在第一次控告的时候 第一点 台湾人没有国籍 人们说得很清楚 没有国籍 如果这一次2月28号 控告以后 美国法院宣布 台湾人的身份证失效 有没有 你以防台湾会乱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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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会乱的驾手 你只好不信心 要来 绝对不乱 台湾人驾驶的特性 你都不记得 美国的F18 招10家来在那 你就不乱了 台湾人很驾驶的 你知道吗 你不用笑 也没什么拍摄 全世界的人都是怕死 所以 那当时 台湾 日本派的民政长官 厚藤新平 年轻人啊 年轻人就几月 来后 做七八年后 日本和教授 日本庄 就问说 台湾好惯吗 也说很好惯 很好惯 怎么惯 因为台湾人 三个特点 你只要掌握 就可以惯了 那三个特点 爱钱 怕死 要做官 对吗 我告诉你 我的评语是 全世界都爱钱 对不对 对 你大声 台湾不是说 台湾爱钱 全世界都爱钱 对不对 对 全世界都驾驶 对不对 对 要做官是不一定 所以后庭新平 做民政长官 跟日本庄隆说 日本庄隆说 很好 但是台湾 台湾人有一个特点 刚才开市很坏 因为台湾人家驾驾 现在也同样 那些嘴 黑白说 青菜说 随随便便 就讲很多的话 所以 台湾有一个特点就是 谣言 从来没有缺过 我没有那一篇 台湾是谣言的 天下 你还不知道 青菜人看到什么事情 我听着说 我告诉你 台湾人家一定要改 这个习惯要改 如果不改 台湾的医情 日本时代 你自己管的时候 跟老婆有够好 那时候 你不听到你的阿公 阿嬷 老婆老婆跟你说 暗时你看 不用乖 不用带 不用带 没餐了 对不对 阿现在呢 哈 澳大你不要乖 去看看 隔断港起来 隔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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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最高的四五千名 有够力量吗 不够 我们这四五千个人 能够发挥的力量 当然是有限 可是 应该有办法发挥 所以我有在想想 有一天 当美国正式宣布医药 你只要美军进来 其实美军已经进来 你如果跟你说美军进来 你会相信吗 相信 嗯 你这间就相信 你有看到美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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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你怎么会相信呢 因为就是他们 占领区 占领区 占领区你就相信 我跟你讲 要说正义 你看台湾就是青菜公共的 我说美军有 有啊有啊 没有那些事情 没有一万 有啦 差不多一万有两千个 你刚才看一个现象 郭榮你又去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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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又去吗 没有 郭榮有一个美军下 在翠华路 这两年翠华路的美军下 扩建 已经去好了 你去 翠华路就是从翠华路 一路车子过去 到了美国学校 已经全部盖好了 那一个地方 可以增加四千到五千名的学生 台北在北斗 北斗的美国学校也扩建完成 也能够多四五千个 这个做学生 从小学 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三 扩建的学校 可以增加八千名 甚至一万名以上的学生 那学生 学生买为何来 你想 学生买为何来 台湾所有的学校 都在 减班 台湾人越来越不敢生孩子 因为贪金困难 贪金都要缴小金 缴了 没人敢生孩子 所以台湾民政府如果执政 我们会马上宣布一个政策 哪一个人先生了小孩的话 政府给你一张存折 每一个月给你五万块 你是娶小孩 你是娶小孩 小孩子就是我们 台湾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 未来的主人翁 你拿国家娶小孩 一个月给他五万 你敢生吗 敢不敢 你敢生吗 你就敢生了 对不对 原来变得都要生孩子就好了 一国会贪五万 那生两个就十万 所以这是什么人的制度 中国 英国 所以台湾以后要作为 现代化的国家 要作为 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不用创新 我们派人去全世界国家去看 对一个国家好的政策 拿来用就好了 拿来用就去研究 人研究好好 拿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还有一个政策 因为你们比较少年 我说给你们听 我们台湾民众一执政 马上到 北非 西非 那些地方 像俄罗斯那些 俄罗斯的经济不太好 我们来那些跟他们说 那些金铒问的 那些 年轻人的跟他们说 凡是十六岁以上 不要超过二十二岁 来台湾探 政府一国的都给你三万 你看他们要来 还要赶 你现在三万来探探 对不对 和我们的 十佛十佛 交朋友 如果结婚 又上去众厨 那你买不 大家也买 那后来我们的后台 都金铒问 都说英语 中国人来说 这些什么所在 后来他就会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看这个方法好吗 好的不得了 老爸上你年纪太大了 你去拍一首 你的孙子 好 我想说你很开心 不用开心 大家要确定 每一个人 不能结婚两次 这个好像五金头发的 我要再出 不行 一拜 因为我比较重视 这个家庭生活是很要紧 刚才刚才我们说的 说的事情 台湾很主席 坦白说 国民党无心要在台湾经营 他跟你贪污 而且 中安台湾的资源 都要买买 这边F-18 一港在台湾港路 最主要 它是显示一个事情 给你中法美国建国 他要加入亚头航 亚头航 亚头航是什么人做主导 是中国主导 这个中国主导的时候 日本跟美国都不合力 什么中法美国 抢先加入 美国是非常的不爽快 马上派飞机来 你这个消息你要看有 你想真的F-18 真的派起 真的在台湾破墙 那都假的 他如果要破墙 不用在台湾港路 不用在台南港路 他在夏地道港路就好了 你看看 李飞 你看看他那个堂 你看看 还是要去福利品港路也行 是我们要去台南 他显示的政治上的一个效应 同时港路以后 美国的国防部马上跟中国说 希望你中国要看得懂 你看得懂什么 台湾是我 美国的账命地 我要来就来 我要离开就离开 今天是两架的F-18 我明天也许是200架的F-18 这边这边 美国是完全民意 完全疲惧了 巴巴水灾的时候 即使这边没有美国的标识 只有那个家事 有那个美国的背章 只有把 在自由时报的逃办 他只有这样 你看你看 我是美国人 飞机上面没有 这边是完全 公开 因为美国准备好了 AIT 现在要衰起来 金湖路100架 你知道那些来 总共有多看 有2万平 那是要变作 亚洲 美国的军事指挥中心 我可以再跟你说一个秘密 那开几个年 剩四五年 他的第2式 三战 最后的那一战 可以招坦克车 你绝对都没听过 AIT 你 升级路的AIT 本来有差不多 150到200个 现在减少 减少到40个人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40个 又起一个2万平 那这40个是要做什么 因为 军事人员要进来 所以我以前 跟一些中国 原什么 有一个所谓的反共意识 原什么 我跟他说 他也怕一个 我看那都是假的 美军要进来 不过你看就好了 美军一定进来 只有那个AIT 有800名的海军路团 在那里 各位 你对台湾 绝对会放心 台湾民政府 在这个地方 能够上四年的课 中华民国的 检察处 警察局 不敢给你 做刑事以上的处分 以前像这样 我老早 他死了 我没骗你 到法律这里上去 又在那里 清采工 又在那里 中华民国 没那些事情 尚再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台湾民政府 是依照 战争法 国际法 在公法律 他刚刚说两家家家家 警察八百名 八千个 这八千个 北部有什么 北部一定成为二 一万六 一万六 没有那些刚才好 一个人生一个 绝对 那 如果我现在高二 他说 你不是留意 有限年龄吗 你都想扶大学 有执政之后 你应该有机会 真的吗 当然真的 以后我们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政策 由幼儿园 一直念到大学 统统编辑 那他有限年龄吗 当然不会 所以其实一直都不用 对 你要扶到几年都可以 你看 这是我们的政策 还有建法都免费 你会觉得我们一万就来 你要问吗 十八万以上的 十八万以上的 十八万一万一万都送一家 一万就来 这是名字的课 我先说 我今天先让我把这个讲完 AIT的金服录一百划 你知道那个金服录一百划 美国 美国和中华民国签约 那组约 你怎么知道 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全世界有那个作用的是 九十九年 再九十九年 那有 你想 绝对没有 那九十九年再九十年 上去三年了 美国在全世界全球 有三个地方是 朱祁是九十六 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因为美国的参议会有通过 对我们美国不要扩充领土啦 这个参议会和中华人 很聪明 扩充领土 他就用什么 用租的嘛 租的嘛 租的就不是租的 用租的嘛 要租的嘛 九十九年 又九十九年那些片 那到时候 还可以延期 三个地方第一个 观察南无安 观察南无安在哪 古巴 美西战争的时候 美国那种古巴 现在 让他独立的时候 他生存那些事 他把他租起来 卡叔叔说 NO NO 是你NO 我给你签了 因为卡叔叔是政变的嘛 要政变以前 那个 那个 总统啊 应该他签了嘛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所以观察南无安 真的是超级美国的土地了 第二个地方在哪里 你现在想不到 在琉球 普天间基地 这普天间基地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年 这有一个故事 佐藤荣座 和尼克森 签佑的时候 他跟尼克森讲说 尼克森说 我留姐可以还给你日本 但是你那个普天间基地 要租给我 租多久 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时间到还可以延期 佐藤荣座 他想说 我如果给你签下去 我回到日本 我会被Mars 但是为了流球 要回到日本 我给你签 就他签下去 签成了 那个合约书 第六个 回到日本 没有放在办公室 那张合约书 放在他们家的堂数 一直到 一直到 现在路边有一个 一个揪三 做中立的时候 这两三年的事情 跟美国搶箱 你在我流球的基地 要撤退 美国说 撤什么退 你跟他签约 那个没尊重 他说签什么约 我没有看过 美国有一个合约 因为 我们过美国以后 美国跟我们很接近 国防部都会跟我们联络 那个人有经过台湾 才去日本 经过台湾 有法看那个合约 他说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合约 也没有效 当然有效啊 就要拿这个合约 去日本的秋山 看 修胜 修胜看了 两天他就是这个 他失言 那后 做成荣作 他的女儿 这种 他们老婆 倡理 是唐室的那种 公文 他拿出来 他拿出来 就要全日本 滑了一下 所以你看 刚刚这个政治 你很高兴得到的流球回来 可是你要做一个基地 给人 我跟你说 台湾 要从美国手上 拿回来 可能会有一些 金钱上的问题 东西流球 要向日本的时候 表明上 尼克森跟做成荣告 憲我很高兴 所以 后边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日本 要把美国 赔给美国 3亿2千万美金 3亿2千万 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没有什么 但是 3亿2千万这个钱 就是当时 在世纪一后 日本人去背 给韩国 他的殖民 几个年 背双金 只有1亿多而已 那2倍 我给他鼓劲 台湾是 美国给我们拖来 最少最少 差不多50亿 50亿 我们要怎么 我们买台湾是没的 你们想买他举手 50亿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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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他举手 当然也买了 怎会没了 我 如果我一定 会跟美国说 来 50亿我答应你 但你有的要认我呢 你美国也有欠我 欠我什么 均购案 均购案 我们 从 1952年以后 他叫中安美国去买武器 钱什么人购 什么人去出 你怎么说 你出钱都出不知道 台湾人出钱 你那钱要向我 因为我台湾给你赞 我不用买武器 所以 那个钱要还 第二点 我说一下 美国又 又 鸡鸡鸡鸡鸡 我会跟你骗 每天我说这个 他就去到哪里 第二点要行的什么东西 我们做兵有吗 三年 要行 要背 说到这就好 明天就会继续 说完美国的气息